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是一个爱生气 常怄气的人吗 以前生气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顾及旁人的感受 最近偶尔遭遇到别人在生闷气 或是已读不回的时候 才深刻觉得跟爱生气 常怄气的人相处 真的很累 日本著名的武士信仲 不明白天堂和地狱 于是就请教白颖禅师 信仲问道 真有天堂和地狱吗 禅师问他说 你是做什么的 信仲很自傲的回答说 我是一名武士 白颖禅师漫不经心的说 武士 看你的面孔 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啊 信仲勃然大怒 随手抽出了佩剑 朝白颖禅师砍去 他说 看我宰了你 眼看佩剑就要落在禅师的头上时 白颖禅师却不慌不忙地轻声说道 地狱之门由此开 信仲猛然一惊 然后若有所悟地连忙把佩剑丢弃 双手和时 低头跪拜说 多谢师父指点 请原谅我刚才的鲁莽 这时 白颖禅师欣然地说 天堂之门由此开 原来 天堂与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一面之差 相信各位都有同样的经验 就是在与别人争吵或是傲气的时候 明知道自己也有不对 但就是没有办法按捺住那股无名之火 于是冷战 生闷气好几天 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话 无辜的小朋友就要变成传话筒 明明对方就在眼前 但就是不肯先开口跟对方说话 许多人即使学佛了之后 也是一样 个性刚强难化 脾气依旧很大 不是学佛了吗 对不起 不是归咎于过往的姻缘 就是说这是素世以来的习气 没办法改 自己完全不愿意正视问题 承担后果 改往修来 因此释迦牟尼佛说 众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执 如何对峙呢 就是异地而处 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观想 如果现在被人责骂的是自己 被人称怒的是自己 你会有何感受 将心比心 也许你的言行举止就能够比较收炼 火气就没有那么大 但多数人还是放任自己 看到对方就火冒三丈 哪有什么可能 一地而处将心比心呢 于是佛陀又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请你想一想 你造作这个业的果报是什么 如是因如是果 佛弟子都知道 贪嗔痴 三毒烦恼 贪心的果报就是恶鬼道 嗔怒的果报就是地狱道 鱼吃的果报就是畜生道 如果你没有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上述所谓的三恶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就必定是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的归途 你不恐惧害怕吗 回忆当初为何想出家 原因之一就是听了 近空老法师开始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们每天妄想不断 意念纷飞 念头非善极恶 而绝大部分都是恶多善少 各位大德 您想想是不是的确如此 一天24小时 扣除睡眠的8小时之外 上班的8小时 不管是看到其他同事 聊天偷闲比做事多 或是讲话像个大声工 对长官拍马逢迎等 下班之后8小时 开车坐车逛街购物 乃至回家后 吃饭洗澡看电视 与家人闲聊等等 大大小小都会有许多事情 引起你的不满 心生恶念 这些都是称恨心 而与称恨心相应的果报 就是地狱 这并不是什么上天或者佛菩萨给我们的处罚 而是自然的果报 因为你心生称恨 所以当你受命终了的时候 果报自然就在地狱道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因为别人而让自己未来可能要在地狱受苦 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不是吗 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对治爱生气 常欧气的方法 第一就是异地而处 将心比心 其次就是想想生气 称怒的果报 有了这个药方之后 就要依教奉行 否则光是看了处方签而不吃药 病是不会好的 还有一个激励自己的方法 那就是学习佛菩萨的慈悲心 想想似弘誓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普贤菩萨的领尽诸佛 常常观想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与你有缘的众生 也都是未来必尽成就的佛 失控的情绪 就像是一个最残酷的主人 他会让我们茫然失去理智 让我们说出恶毒的话 甚至支配我们做出无法挽回的汉事 常常训练控制自己的情绪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才能够享受自在解脱的快乐 南无阿弥陀佛